师父,什么样的情况下南天门会开呢? 师父,天上的问题 南天门会开 南天门天天开着的 迎来送往 只是南天门都是送着神仙、天仙、菩萨都有 南天门应该也是进我们说四圣道 也可以走他这条路的 所以很多人进入南天门之后 他再好好修,他就上去了 那师父,今天南天门岂不能见到玉帝了 玉皇大帝了那时候 我问你一句话 我问你一句话 你进入北京就能见到我们首长了? 不一定不一定 对不对 那你要看你的功德 你功德够不够啊 对对对 如果你在人间修为非常好 成为人间的菩萨 你从南天门走的时候 说不定玉帝会见见你 看看你这位人间的菩萨来到天上 那是你想的 你想的 你蛮有想象力的 还想听说个天上的事 天上的事 讲一点点给你听听 真的 你如果有色違的人 的确会有菩萨 或者会有天官来接你 有时候是对你特别尊敬 看到你他们都认识你 因为天上都关注人间的事情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像岳飞这种人他上去 他就有天官 有护法神来接他的 身上会冒出豪光出来的 一种金光 我对不对 这种英雄 民族英雄的话 在天上也是受到别人尊敬的 那是否让你像岳飞 那关帝菩萨 如果跟岳飞有缘的话 关帝 顾岳飞走的时候 关帝菩萨就来接他 是这样一点 跟他有缘的 护法神吧 具体我也不清楚 像这种我也不能乱讲 反正就是说 跟他岳飞 比方说 他过去在人间拜哪位神的 因为过去部队 军队里的人 也是拜神的嘛 他们拜哪个神 哪个神就会来接他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他此为开示